嗨 歡迎來到開機店 我是韻語 沒錯 我今天帶大家來賞車囉 今天要來賞的一個車款 其實是我自己也高度期待的是 B&W全新的i5系列 那全車系呢 總共兩個版本 正是要在台灣來做上市 那其實呢 除了我自己很高度期待之外 我身邊還真正有一位潛在的買家 就是我老爸 我本來有邀請他一起來賞車 但他就是有點害羞 不好意思 所以他今天沒有出席 所以今天我會有點幫他那種 在選車的角度呢 就是靜態的帶大家一起想想這輛車 那i5的整個目前電動車系呢 有兩個版本在台灣上市 那目前會有E-Drive40的版本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M60的版本 非常非常的帥氣 那整個馬力呢 在40的部分可以達到340匹的馬力 那在60的部分可以達到601匹的馬力 馬力等於算是翻倍的成長 不過在正式賞車之前呢 我們先幫大家更新一下一些市場的訊息 今天其實BMW呢在台灣他們有公佈說 今年到10月底目前為止呢 整個BMW集團的電動車交車來到了接近3000台的一個數量 包括有什麼呢 例如說IX、IX1、i4到先前的i7有3000台的一個數量 那這個呢其實也佔台灣 泛德集團呢大概是三成的 全車系已經是三成的一個水位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蠻可以看出 整個集團在銷售啊 電動車慢慢的要來成為一個大眾 然後主要的主推商品 所以BMW一直在電動車其實都是走的蠻快 那也蠻重視這塊市場的一個新的訊息跟大家更新 那在i5的系列部分呢 其實他們有預告說整個的 預接單的量呢大概有600台左右 但是現在呢已經接單了400台 那當然是以40為居多 所以這個是新的訊息跟大家分享 最後呢是幫大家回顧一下 如果整個台灣市場今年度來看的話 上半年的電動車 大家不要猜猜已經交車全台灣交車幾輛了呢 其實已經交出了1.2萬輛的一個水準了 那第一名應該蠻好猜的吧 第一名就是我們編導也是所有主貢獻了一輛Model Y 第二名是什麼呢 第二名其實是BMW的iX 他拿下了第二名的寶座 那第三名呢是我們的Model X 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在電動車其實在上半年呢 已經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水準 而且是翻倍成長 所以電動車目前在台灣呢 應該也是一個越來越火熱 然後越來越重視 跟大家會有這樣的需求 例如說我爸爸可能要從油轉電的一個過程呢 應該現在會是一個蠻重要的時間點 好了 趕快來賞車吧 來覺得好不好看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看 我個人其實是很喜歡這樣的一個外觀設計 我覺得這個外觀設計它不會說到 例如說我們過去可能一眼看到iX那種 因為它會讓你覺得好像頓時有點難接受 比較前衛一點點 它其實還是有一點五系列的影子 那今天i5全車系的車款呢 我會抓一個對標組 當然就是賓士的EQE嘛 如果EQE整個車型來講是比較流線型 非常曲線流線的線條 那i5呢它就是用很多更俐落的線條去做勾勒 所以我個人其實更喜歡的是i5的一個線條表現喔 那當然最喜歡的應該就是這個雙色型的水箱護照 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個飾條會發光的喔 所以你可以預期說在夜晚啊 識別度應該很高很高 那也是全車系的一個標配 那M60呢它當然會有一些進階化的M的一個套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更霧黑的水箱護照啦 或是像車燈等等都有做一個黑化的設計 那在車頭燈的部分呢 有四眼很經典的一個車頭燈 還有有一些藍色的小妝點 這些設計我個人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在引擎蓋的部分也可以看到有那種線條感 勾勒出來帥氣的線條感 那我個人其實最喜歡的是它在車側 有一條非常大面積的斜切的線條直接切過去 哇在路面行駛上啊應該回頭率會蠻高的 一看呢可能就會知道說喔是一個i5的車型 那這兩款的輪圈呢 M60那個好漂亮喔 它是21吋的一個輪圈 非常非常的漂亮 跟M60的版本做一個最大的比較呢 外觀上當然會多了一些M更進階的套件之外 它在例如說M的電子傾桿啊 還有後輪轉向等等的這些配備呢 比較旗艦的配備那是M60才有的 整個車身尺寸呢車長已經差不多五米囉 軸距接近三米左右 那它在車寬跟車高的部分都比過去的五系流 超微再增大一點點 那車身尺馬上給大家 剛剛忘記提了 其實我們有把它的前引擎蓋呢打開來看看 裡面蠻可惜的沒有一個就是置物的空間表現 但是你可以得到一個很漂亮的M的這個引擎的一個飾板喔 M60的版本會有M引擎的飾板啊 那它有一個漂亮的引擎飾板 把它收的稍微漂亮 但沒有置物空間當然是稍嫌可惜一點 因為畢竟呢它還是有油跟電的平台是做一個共用的設計嘛 那我們再往後看呢 在整個外觀上 一樣有很標誌的BMW的後溝 這個名詞英文我一直記不起來 我們請出Google翻譯小姐 Hoffmeister King 我一定會把它學起來好嗎 它多了一個五的這個數字在這邊 有人很喜歡有人好像沒有到那麼喜歡 他覺得說懂的人就懂啊 不一定要特別寫個五在這邊 我這樣有個五的標記在這邊 然後我們繼續來看到車尾 車尾的部分車尾燈的一個鋪陳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還有算是橫幅式的 然後又亮條也是立體的車尾燈在後方 那全車呢包括像是場灰啊還有等等那種矮啊 有一些很經典的藍色的設計來做裝點 那我記得全車呢是有電動的車尾門的 給大家直接看一下後車廂的表現 後車表現呢當然它就是一個房車的一個表現 大概沒有超過五百升 它比燃油的版本呢的後車廂表現還要再小一點點 這個後車廂的表現我覺得可能就比較難適合 例如說家庭 例如說你的在屋空間如果需要比較大的話 那這個後車廂空間可能就是稍微需要考量一下囉 那下方我們來看一下 喔它有一個深度 那這個應該就是和燃油版本稍微有點不同的 它這個深度還蠻夠的耶 應該可以放個例如說行李袋或後背包 所以整個後車廂的表現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它這邊有一個很快捷可以傾倒的拉桿 在這邊然後還有掛鉤很多 那在它的右後呢是它的充電 這次的充電表現呢快充的部分它有支援到 兩百零五千瓦的一個快充 那如果是以10到80%的話 它是30分鐘可以滿電 充電規格在慢裝的部分是J177R 那在DC直流電的部分是CCS1 OK那我們就進去來看內裝的表現啦 好進來看內裝 我們前面也有提到說我會把它對標賓士的EQE嘛 所以內裝呢也可以好好的一起來比較一下 那就首先先來看到方向盤好了 實際握起來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紮實感很夠 那也是一個平底化的一個設計喔 那它跟M60有一個差別 是M60它上面呢會有一個紅色的一個標記 就讓你知道說欸目前方向盤的位置 包括你看到的皮椅啊等等 在M60的版本呢也會有一些紅色車縫線 就多了一些更帥氣熱血還有運動的元素 所以這次來講我還蠻喜歡 那它一樣保留了一些實體按鍵 包括呢整個ACC啊或是在多媒體的一些設定呢 也是在這個方向盤上面 那大家還可以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類似換檔撥片欸 但是它只有一邊喔 還蠻特別的 所以它不是換檔撥片 它其實是一個boost的功能 那剛剛其實有介紹說它有類似像是彈射模式 當你開啟之後呢 它可以超越它原本馬力的一個算是極速的表現 你應該會有整個彈出去的狀況 這我們可以試試看嗎 在M60版本呢它會超過601p的一個彈射馬力表現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地方可以實測 個人是還蠻期待可以測試一下 所以它有一個類似換檔撥片在這邊 還蠻特別的 那再來眼前所及的呢一定可以看到 在算是BMW電動車特別像是IX等等 開始做一個標準化的配備就是有一個 12.3吋的一個數位儀表 然後跟一個14.9吋的算是一個中控螢幕 那它是做一體式的 而且是一個懸浮式的螢幕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 就是科技感算是很十足 那對標例如說EQE好了 EQE就是還是兩個分離的螢幕嘛 如果要做到比較豪華那種螢幕 可能就要來到EQS 它才有個類似像是T型的到副駕駛座 可能跟這個安座這邊會有一體式的螢幕 那那個當然也就更帥氣霸氣了一些 不過價位上呢其實當然還是有一定的落差的 它整個Operating System是來到8.5的一個世代了 那我覺得它給人的感受就是很BMW那種科技實力 你看這個螢幕很滑順 那其實它整個排列或者是它介面的設計呢 我都蠻喜歡BMW的一個設計的 就比較平常直覺化一點點 像我爸爸以前其實也有曾經是五系列的一個車主 那當時呢它在例如說它的車用系統啊 還有包括跟它的App整個的使用上 我們全家人其實都還蠻喜歡的 那整個科技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大的更新的重點 我個人很期待就是 過去它的說要是2.0 是只有支援iOS系統嘛 所以就是說iPhone可以使用 但是他們現在宣布呢 其實現在在三星的手機 也就是安座系統呢 也正式可以加入了 來三星手機 就讓它露面了一下 它也可以使用4.0的一個鑰匙的整個操作 包括你就是不用拿手機一樣可以開門嘛 然後還有分享你的鑰匙連結給你的親好友 可以到五個 那特別的是呢 它雙化系統也可以做分享喔 也就是說我今天可能我是安卓系統 我也可以分享給我的朋友 它可能是iPhone用戶 可以用訊息用Line用Message 各種方式傳一個連結 它就可以做使用了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有個試駕影片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幫大家來做一個測試看看 那繼續 進入到內裝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第一眼應該也是蠻習近吧 它這個環幕的整個氣氛燈 很漂亮耶 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啦 這樣算是類提花嗎 其實丁士的EQE跟EQS也是這樣子喔 也是環形的 然後它可能會隨著你在駕駛的一些動態 例如說你踩油門踩煞車 它還會有一些變化 冷氣除了可以在上方設定之後 它還有保留類似實體按鍵 是可以直接在這邊設定 那這就很直覺嘛 那往下走的話呢 可以看到有兩個 無線充電板還有製背架 它製背架也是有氣氛燈的一個裝點喔 所以呢整體的用料 裝點上當然就是很旗艦的規格 還有包括呢我們過去旗艦車款 可以看到的一些水晶的按鈕 那在i5的全車企 也都是一個標配的 比較特別有一點想提就是你 當然你包括你手啊 可能可以觸摸到 它都會用一點軟皮的材質去做包裝嘛 我覺得就是這個價位帶的車 應該有的一個 算是配備了吧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 例如說是 控制車窗的這個按鍵 欸好像燒鞋 你要撐了一點點齁 有沒有 塑料感還蠻重的 那在全車接下來可以看到呢 大家可能會在意的 就是音響啦 B&W的音響 全車有17支的音響 在音質的感受上 我想要體驗它應該也是蠻不錯的 這個座椅 啊 頭枕很喜歡欸 好大喔很厚實 那我們再繼續往上看呢 應該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它還是標配了 就是全車系都有 玻璃的車頂 那是算大啦延伸到後面這樣子 這個車頂呢 它一樣是有一個 類似桌光簾 應該是電動的 可以來做起壁的 所以目前呢 在整個駕駛座艙的氛圍呢 還有包括系統的配置上 我覺得科技感有到 然後旗艦感 比它這個駕駛帶 我覺得有做到 那我們去後座看一下 空間表現 OK 上車來體驗一下後座 前面是我的標準駕駛座姿 我當然會坐比較前面一點 會看到 哇空間非常非常的大喔 身高是164公分 好座的原因呢 當然應該也蠻 從畫面上蠻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的椅面是很長的 所以它完全可以 支撐我整個大腿的一個面積 那頭部空間也OK 不過因為我是女生嘛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整體的感受 在座椅的皮革 剛剛在駕駛座的時候 沒有特別跟大家就是聊到 其實這個皮質還蠻舒服的 那BMW他們在電動車上呢 或者全車系上 應該慢慢都會導向做上一些環保材質嘛 所以這次的皮質 也是他們主打的一個重點 那我覺得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實車摸摸看跟體驗看看 這個皮質我個人覺得蠻舒服的 旁邊呢就是 一樣也是有一些軟質的去包覆 你手未握到的地方等等 那它的門把也跟前後算是有呼應 而且我蠻喜歡它這個線條感的設計 我個人會覺得它很像外面窗框的那個 很標誌的那個 道溝的線條設計 那我最喜歡的 哇它這個BMW的音響 很漂亮耶 大家可以看到這音響 有多大一間嗎 這個好漂亮 非常大的一支音響在這邊 那後座呢 它等於是四區的一個紅溫空調 所以後座這邊有一個空調 可以來做一些調整 在充電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Type-C的規格囉 在椅背有一個 那後座目前看起來有四個 那這邊應該是有一些類似像 支架或掛鉤的設計 那它這邊椅背有一點凹陷對不對 所以我在猜測啦 如果是架子比較往後座的話 可能你腿部還是會有一點點空間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凹陷的 所以有一些小設計算是有設計到 那當然美中不足的是因為 i5的這個平台呢 它還是算是郵電一起去共用開發的平台嘛 所以大家可以放到這邊 中間的這個隆起呢 嗯還是蠻大的那這點一定要稍微可惜 所以在中間的這位 乘客呢 嗯就是要稍嫌委屈謝謝啦 這整個後座 那後座整個在全景天窗的感受上 也不錯 但私心好像希望可以再更大一點 我覺得它應該也是極致的 整個車室的空間還有後座表現 就給大家參考囉 最後在總機前 帶大家快速看一下M60的版本 我自己 現在有點想變心耶 喔看了好喜歡喔 如果是爸爸要買的話 這個版本可以耶 兩台售價呢差了156萬 從329萬到485萬的一個差異 差在哪邊呢 當然從馬力 然後續航里程有一個變化之外呢 其他就是一些更進階的M套件 還有呢包括只有M60版本才有的破輪轉向 跟M的一個電子的防晴桿等等 有一些細節小差異還是有在上面的 但是內裝啊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進去看一下下 內裝的例如是像皮椅啊 還有像是我剛剛提到的M的這個方向盤 有一個紅色的標記 還有在安全帶的部分有一些M的元素等等 這些差異就以上給大家參考了 那今天看完呢 我覺得看到實車有蠻符合我的一個期待的 包括在價位啊科技力啊等等 所以有機會的話 蠻想要帶老爸來就是賞個實車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會來做一個試駕的體驗 會有一個完整的試駕影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當然很期待它的一個試駕表現 那我自己會比較在意的是 因為它畢竟是油跟電就是共用的一個平台 那超價表現如何 我覺得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那最後呢再幫大家補充一下 欸有燃油車的版本嗎 那當然是有的 這個520i的版本在12月的時候呢 應該就會正式來對外宣布一些細節 那在530i的部分呢 目前是到明年了 但是呢有一款 如果你是電動車的車主啊 i5的Touring也在明年呢 會正式的來台灣喔 他們今天呢也有來做一個預告 所以喜歡旅行車的一個用戶呢 好像可以再等等欸 那台車應該也蠻值得期待 而且應該會在電動車當中 旅行車的車款 豪華車款 應該是唯一目前有一台旅行車的車款 所以以上的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請大家期待一下喔 我們的試駕影片 那就是以上 關於i5呢 正式在台灣發售一個靜態 然後全車系的內裝配備 還有外觀的一個新的分享 那我是韻語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